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年轻的时候受婆婆的气 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 社会来了个大反转 媳妇又当家做主人了 需要婆婆了 呼之即来 不需要了 呼之即去 不管你做了多少 都费力不讨好 出钱又出力 还是建立不起融洽的婆媳关系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65岁的李女士就哭诉道 晚年被儿媳妇欺负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是气不过呀 我的儿媳到底为什么这样对我 她简直就是在羞辱我 那么 李女士与儿媳妇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倾诉人 李明珍女士 我叫李明珍 今年65岁 只有一个儿子 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的那时候不一样 不找到情投意合 两情相悦的 宁可单身 也不结婚 美名其约 宁缺勿烂 任你父母心急火燎 抓心脑干也没用 五十多岁的时候 我和儿子说 趁我现在没病没灾 身体还算可以 你结婚生了孩子 我还有精力帮你带 等我年纪再大点 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儿子告诉我 终身大事急不得 可遇不可求 我也就没话说了 我都花甲之年了 三十好几的儿子 终于把婚姻大事解决了 虽然把我们两口子 一辈子的积蓄掏空了 我也高兴 一年后我也做了奶奶 这些年我生了一场病 做了一次大手术 虽然痊愈了 但是身体就像经过一场 大检修的老机器 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媳妇婚前提了一个条件 就是不和公婆同住 这个我能理解 渴望自己自由的生活空间 减少两代人生活方式的碰撞 没有了婆媳矛盾 这是现代年轻人普遍的想法 所以我们倾尽所有 给儿子全款买下了房子 本来儿子跟媳妇承诺 要给他雇个保姆的 我们这座城市 市场价每月要四千 媳妇一直没上班 儿子的收入 因为疫情的影响锐减 所以我虽然身体不好 但是儿子开口了 我就得帮儿子渡过难关 都说婆媳关系不好处 尽管我做了思想准备 还是对扑面而来的矛盾 硬接不暇 心里交瘁 我能看出来 儿媳妇对我的排斥 只不过为了节省开支 而委屈自己 虽然她努力克制自己 言谈举止间 依然透露着不满和不耐烦 她嫌弃我衣服洗不干净 我洗过的菜 她会反复问洗干净了吗 而事实是 衣服虽然是用洗衣机洗 但是衣领袖口 我都会用手搓一遍 我虽然年纪大了 但也不是个邋遢人 在自己家的时候 桃米洗菜都很仔细 来到儿子家更是马虎不得 就怕哪里做得不好被诟病 如果媳妇看不上我做的 可以我去看孩子她来做 可是自从我来了后 洗衣买菜做饭收拾桌子 洗碗筷都是我来做 不但如此 所有的花费都是我来支付 这个我来的时候 就是这么计划的 自己有退休金 虽然不多 但是每个月够这一家子生活了 只要能帮到儿子儿媳 减轻负担 我怎么样都行 我难过的是 媳妇什么都不做倒也罢了 她对我做的一切 都指手画脚 垂毛求姿 我忍着身体的不适 勉强支撑着 每天周而复始的重复琐碎的家务 一天下来腰酸腿疼 还要像个小知识一样被呼来喝去 委屈了只能自己回到房间流眼泪 想着日子总会熬到头 忍忍就过去了 一天 儿媳妇对我说 好多次了我没好意思说你 你身上有股味道 你闻不到吗 别熏到孩子 我每天都洗澡 怎么可能会有体味 要是有味道 也是孩子的尿骚味和做饭的油烟味啊 儿媳妇转身离开了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那种被嫌弃的难过 化作泪水潸然而下 泪点苦点我都不怕 就怕这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委屈 就怕这种不知所措的为难 我已经很小心了 她依然不满意 每天买菜之前我都问媳妇吃啥 按照她说的买回来后 我又问她做啥 按照她的口味做完后 突然说没胃口 又叫外卖 这么一桌子菜 我一个人哪吃得完 放冰箱里 想着下顿吃 她又嫌弃我给他们吃剩菜 不当家不吃柴米粿 过日子没这么随心随意浪费的 吸取教训了 每次做饭前 我都要确认一下她要吃的饭菜 她又嫌弃我烦 我真是左右为难 如履薄冰 有一次 媳妇过来和我说 以后我们出去了 你抱孩子的时候 就在客厅这个范围内活动 我不解的问为什么 儿媳不耐烦地说 只有客厅安了监控 我惊讶不已 血往上涌 心里翻江倒海 儿媳妇 你们把我这个妈当什么 即使是你们雇的保姆 你也应该给我应有的尊重吧 你们是把我当贼仿 还是怕我虐待孙子 有不要工资还把自己的退休金 搭给你们的贼吗 隔背轻 我对孙子的感情不比你们少 我不求你们感恩 起码不要践踏我的自尊吧 话没说完 我已经泪如雨下 我告诉儿媳妇 我伺候不好她 让她娘家妈来照顾她吧 我收拾了衣物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的苦受完了 心也伤透了 成为婆媳也是缘分 将心比心 怎么就不好好珍惜呢 看完李女士的故事 志恒对她表示深深的同情 看到一个花甲之年的母亲 支撑着不适的身体 竭尽所能地 帮儿子儿媳分担生活的压力 我看到一个不知感恩的媳妇 有不知足的面孔 我更看到一个不作为的儿子 没有起到调和的作用 任凭自己的媳妇为所欲为 对于儿子 志恒觉得 如果儿子真心孝顺 母亲来之前要跟媳妇说 我妈不容易 她是含辛茹苦最朴实的母亲 她把我养大 一把年纪 身体不好 现在又来帮我们照顾孩子 无论她做得好与不好 她的爱子之心是无可挑剔的 我们一定要包容她 心疼她 感恩她 作为儿子 一定要扛起做儿子的孝心 扛起做老公的能力 扛起做父亲的责任 对于儿媳妇 用着婆婆 闲着婆婆 辛辛苦苦给你们带孩子 支付你们的生活账单 一句感恩没有 还要监视 你对一个陌生人 都要给予她最基本的尊重 何况是自己的亲人 你的每一言 每一行 都像一把刀子 扎在婆婆的心上 你也是个妈妈 也会有做婆婆的一天 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应当应分的 能成为一家人 都是情分 你今天的刻薄与不厚道 未来都会被生活加倍地惩罚你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